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维权成功 造谣者手写道歉书 网络之地请谨言慎行 针对这件事 乐华之前就一直发布维权进展 网络上维权取证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但是这必须是坚持的一件事 只有这样才能以警效尤 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 才能制止这种的不良之风 饭圈的混乱不是一天两天了 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处理 平台跟资方都需要增加力度 让更多的人意识到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你的一言一行都需要承担责任的 这次呢 针对造谣者公开的道歉中 我们得知的一点 就是对王一博进行各种诋毁 辟徒者 还是一个未成年人 同时呢 维权成功后还履行判决 再度通过法律强制性执行的 并且才公开手写道歉书 赔偿的款项呢 用于公益活动中 通过这件事呢 必须给予不良风气一个提醒 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育 跟反思的意义 饭圈中的混乱 很大一部分都是这种 不懂事实严重性的年轻人 为了自己的一时口快 把负面情绪给转嫁 对一个人的不喜欢中 从而酿成的大祸 其中不乏一些知识匮乏 不明真相的未成年人参与其中 他们不懂这种行为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更不懂其中的严重性 这种饭圈的错误风气 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粉丝之间的撕逼 进而引发的 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为了利益而引导 从而造成的 奉劝各位小伙伴们 不要为了一己私欲 被人利用 错误引导后 图一是口嗨 造成不良后果同时呢 我们也心疼一下王一博 作为公众人物 整天被这种的讯息充斥着 一边忙着工作 一边还要饱受争议 都说娱乐圈中 最惨的就是成为顶级艺人 高处不胜喊呢 的确如此 行程被泄露 一举一动都被全面监督着 各种的带拍 各种的私生 各种的直黑 生活工作真的是苦不堪言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 这事发生在2020年 到如今已经过去三年了 可见维权的道路相当艰辛 不过我们庆幸的是王一博 貌似也熬过了这段时间 谁也想不到他会一直红到如今 甚至未来的发展潜力 才被打开一样 分享点好的东西 看到最近王一博的动态 不难看出 他的转型之路走得又红又专 全然是一种上交给国家的感觉 进组拍戏后 甚少露脸 只会配合宣传的时候出来 人更是低调到极致 但是不妨碍大众对其的关注 公开的亮相 着实惊艳了众人 在五四青年节晚会亮相 同时为庆祝五四青年 一百周年献唱了 青春宇宙 在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之际 代表了Z世代 献唱了 你好香港 娱乐圈需要好的文艺工作者参与 王一博作为年轻一代的代表 更具有这种的使命跟责任 更好的为年轻人做一个好的引领 才能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娱乐氛围 传递出更多中华的主流文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